眼睛问题综合理解 MCM新中医沈老师分享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防水 防水是提供营养给没有血管的组织 在眼睛里面 金状体就是在眼睛的前面 是一块透明的 还有玻璃体就是整个眼球 还有角膜 而玻璃体金状体90%以上都是水 金状体的防水如果是混沌还有磨损 那么就会导致白内浆 玻璃体的防水如果混沌 就会导致肥文症 玻璃体的防水太满压力大 就会导致青光眼 因为它压迫四神经 于是青光眼是可以导致失明的 玻璃体的防水不足就会萎缩 然后导致防磅病变的综合症状 就是四网膜脱落 因为这个整个眼球呢 已经没有力支撑四网膜 所以叫四网膜脱落 我们看一下四网膜脱落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黄斑 就是眼底下的 在四网膜之下的这一层 它的沉淀物不能够及时的排掉 第二个原因是它的血管增生 血管增生的太多了 使到黄斑肿脏了 把四网膜脱破 第二个防水不足 玻璃体的缩了 它没有力支撑四网膜了 就会脱落 所以这种呢 就是造成黄斑病变 我们再看看 金状体玻璃体 也就是眼球 百分之九十都是水 防水流畅的问题 跟眼睛肌肉伸缩的问题 这些呢就会引起 你的金状体要么太薄 要么太厚 要么就眼球太长或者太短 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呢 就会导致近视老婆散光 因为我们的光线 从这个金状体进入眼球呢 它是对焦不到 我们的四网 我们的眼球 这个是成名 散光呢 是因为它有多个焦点 所以看东西呢 就是不清楚 所以你的眼睛 你的选择 我们分析一下 西医的流程跟中医的流程 眼睛专科 是对每一项眼睛的问题 专项的处理 那么中医呢 是大夫或者叫健康管理师嘛 对眼睛的问题呢 是综合的处理 第二 西医让眼睛依赖功绩 用药物打成手术 中医的疗程是 让眼睛修复记忆等人 西医不同精精 中医呢 畅通精精 因为万病之言就是精确 疗通堵塞呢 身体是能够有自益本能的 因为我们的眼睛 每天都在生产眼睛的替代细胞 身体有自益本能 把堵塞疗通呢 它就能够起到自然修复的作用 西医指处理是什么 那么中医处理为什么 西医的费用高昂 那中医的是挺实惠的 西医呢 只有专家才搞得懂 比如晨曦还有名称 中医说的平民百姓都容易理解 那么西医是复杂晨曦的复诊 所谓的专业化 中医就是简单动作 重复做生活化 你的眼睛怎么样呢 你想怎么感谢 心中医 小老师乐意和你分享